日本女子跳高太有意思了 个个退朝貌美还跳得有意思 第一个小姑娘是八重纯香子 参加这个高中U20跳高 纯香子的动作大家觉得专不专业呢 挑战的是1米65 纯香子很轻松就越过去了 大家是不是看到这里还觉得 日本高中的跳高比赛还是很专业的 没想到一回头杆子掉了 妥妥的业余高中足水平 虽然纯香子的专业水平不够高 但是跑起来的样子是真的好好看的 第二位选手是山竹丽奈 这位选手准备动作少了很多 皮肤还是健康的小麦色 看起就很专业的样子 他挑战的同样是1米65 没想到山丽奈也攻克不了1米65 看来这个高度及时退长 向日本女高中生两次全失败了 接下来第三位挑战者 师爷下西 挑战的还是1米65 退长是女子跳高的基本条件 所以这些日本高中生个个退长 但是吧 又是没有过去 师爷下西的实力不够啊 这个日本小姑娘的腿部肌肉 看得出是在练的 跳跃的时候上半身无障碍通行 但是下半身却一屁股把竿子撞了 看到我们的希望选手 青木蒙惠香 一个非常可爱的选手 就连准备动作都可爱得要命 青木蒙惠香选择加强等级 挑战的是1米68 让我们看到比赛吧 哎呦又是没过 让我们回归开头的第一个小姑娘 八重纯香子再次挑战 她能成功吗 八重纯香子是唯一一个成功越谷的选手 并且没有把竿子碰掉 让我们恭喜她 视频到此就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